哈喽大家好,我是你的地產小王子威廉 2023年馬上就要進入夏天囉 那它也是我們加州市場的一個旺季的開始 今天我們就來回顧一下 5月份南加州大洛杉磯地區 三個郡的房屋銷售情況 首先你會看到第一張圖 第一張圖是我們的五月份南加州二手房市場的中間價 洛杉磯地區還是維持在大概83萬五左右 Orange County 96萬 以及San Bernardino是49萬的一個水平 這個水平是過去幾個月的同一個水平 那我們如果看到趨勢圖 你會發現這個趨勢好像是有一點在下降 有一點疲軟的感覺 我預計你接下來會看到一些報道 會說房地產的冬天是不是要來臨了 那真的是這樣子嗎 我們看一下後面的幾個數據 大概就可以知道房地產的一個趨勢以及展望 下一張圖我們會看到 是在五月份新上市的二手房數量 洛杉磯區是維持在六萬五千多套 那像城縣、San Bernardino分別都還是在疫情之前的大概一半左右 也就是說目前的房屋擁有者對於房地產市場呢 還是一個不確定的一個狀態 那我們買家呢 也一直持續在找合適他們的房子 所以呢 你會看到我們的庫存量 也就是我們的下一張圖 庫存量還是一直維持在低於三個月左右的一個狀態 那這個狀態呢 已經是過去幾年的一個市場的一個常態了 那在市場上的買家們呢 還是非常非常的難以找到他們合適的房子 那市場上有正在銷售的房屋的數量 也不足以滿足我們現在目前在市場上的買家的數量 那這個到底是一個什麼情況 怎麼中間價我們的房屋銷售的價格感覺到開始疲軟 這個中間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情 其實一直在過去的這幾個月當中 大家是買方跟賣方是處於一個拉鋸戰 那這個拉鋸戰呢 我們可以從後面的幾張數據的一個趨勢圖 我們可以看出所以 下一張圖呢 我們會看到的是在房屋上市的要價 以及成交價中間的一個比例 我們可以看到從去年利息上升的時候呢 整個市場就突然結束了一個買房子要加價的一個狀態 很多時候呢 我們的房子上市之後是需要以砍價的方式來出售 那個時候大家都覺得說 哎呀房市是不是開始疲軟了 房價是不是已經在跌了 可是到了今年初開始 很明顯的這個趨勢又結束了 我們又開始回到了一個要加價的狀態 很多房子呢已經開始要加價 那很多房子呢其實在要價的過程中 就已經可以賣到他們當初理想的價錢 那在這一段這幾個月的這個上漲的趨勢 我們可以看到說其實買家一直都在 買氣其實一直都在醞釀 那下一張圖我們可以很明顯的感覺到 就是去年利息上漲的那個瞬間 很多的房子在市場上稍微的 需要保持在久一點的這個 Daysup Market上面 可是一直到今年初開始 這個Daysup Market又很明顯的在持續的下降 也就是說在兩個禮拜之內 我們都可以用最快的方式 幫客人把這個房屋銷售出去 因為我們手上的買家 真的都還是非常的願意 為了現在的這個市場來買單 雖然利息還是很高 可是呢因為市場上的其他一些經濟數據 包含像金融市場 股票啊虛擬貨幣啊 很多資金都開始慢慢的回到了我們的房地產市場 所以買氣呢是越來越多 再加上比如像現在的高領 白領階層的財源潮 現在開始慢慢的在擴散 大家對於整個經濟的這個展望呢 並不是那麼的樂觀的情況之下 房地產呢其實是大家最後的一個避風港 那接下來我們也會預期說 六月份七月份八月份 加州的房市呢應該是在穩定以及增長的一個情況下發展 以上是我們洛杉磯2023年五月份的二手房市場回顧 如果你對南加州任何一個地區有興趣的話 歡迎來信給我們 另外也請您持續追蹤我們的社群媒體 接收更多最新的房地產資訊 如果你喜歡我們今天的節目 希望你按讚 那如果喜歡我們的頻道 也歡迎你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下期再見囉 拜拜